一个肥胖的男人是如何把自己吃没的 看完本期视频你一定会开始减肥 眼前的男子已经胖成了球 体重达到恐怖的825斤 年龄36岁来自美国关岛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 从未出过家门 手臂上的纹身以前是多小花 现在胖成了食人花 过多的脂肪压迫着心肺 经常需要氧气面罩才能保持呼吸 他每天的任务只是躺在床上休息 肚子和大腿长满了黑斑 这是过度肥胖引发的皮肤病 妻子谢丽尔负责照顾所有的饮食起居 每天早晨妻子为他擦拭身体 涂上爽身粉防止皮肤开裂 谢丽尔认为丈夫犹如婴儿一般 所有的吃喝拉撒都离不开自己 但他深爱着瑞奇没有任何怨言 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想要个孩子 但瑞奇的身体情况注定了这是不可能的 两人已经六年没有享受过夫妻间的快乐了 瑞奇食量惊人 每天摄入的热量超过一万卡路里 已经超过了健康摄入量的四倍 即便重度肥胖已经危及到生命 但瑞奇仍然管不住嘴 他最爱吃各种肉类烤肠 几乎不吃任何蔬菜 谢丽尔担心丈夫的健康 害怕他突然有一天离自己而去 瑞奇同样明白健康危急 于是他在网上求助了休斯顿的安吉 因为安吉曾经也是一位肥胖者 9年前接受胃部缩减手术 体重减掉了152斤 他每天都在帮助肥胖患者脱离现状 安吉看到了瑞奇给他的求助邮件 决定施以援手 他把瑞奇的情况交给了减重专家杜克 他建议立即做减重手术 切除80%的胃换取健康 但关岛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 需要转移到休斯顿这样的大城市 安吉和工作人员来到瑞奇家中 测量准确的体重 他现在连站立都要三个人扶着 703斤的体重 对手术来说风险还是太大 瑞奇至少要减掉78斤才能正常手术 安吉相信他可以做到 并叮嘱妻子不能放纵瑞奇的饮食 给他健康的食物而不是想要的食物 谢丽尔认为很难做到 他不忍心看着丈夫挨饿 更不想拒绝丈夫的请求 安吉离开后 谢丽尔没有做出改变 仍然在买瑞奇喜欢的食物 油炸春卷肉类烤肠 迫于丈夫的压力他没办法拒绝 瑞奇的肥胖来自于童年 从小就被妈妈各种投胃 她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孩子的关爱 所以瑞奇的家人都有超重烦恼 在妈妈不断的喂养下 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180斤 因此总是被周围人嘲笑 这对年幼的瑞奇造成了心理打击 当他19岁时胖到了272斤 常年的自卑导致他患上了抑郁症 开始不断吃东西安慰自己 瑞奇在26岁找到一份酒吧保安的工作 结果被人忽悠吸毒可以减肥 从此成了瘾君子 家人好不容易劝他戒了毒 体重却一路增长到453斤 此后遇到了妻子谢丽尔 当时已经重达635斤了 即便瑞奇已经胖到不能自理 谢丽尔还是答应了他的求婚 时间来到一年后 这次安吉和杜克一起来到关岛 他们准备再次测量瑞奇的体重 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 瑞奇连站起来都做不到 他尝试了好几次 才最终测量成功 毫不意外瑞奇比上一次更胖了 他被此感到沮丧 扑在安吉怀里痛哭 打开家里的冰箱 发现这一年时间的饮食根本就没有改变 好吃好喝从来没有停过 为了更好地帮助瑞奇减重 安吉和杜克来到关岛的医院 这里虽然不能做减重手术 但可以监督瑞奇的日常饮食 以及监测健康状况 回到瑞奇住所 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了 说明根本没有做好减肥的决心 杜克医生苦口婆心地劝说 瑞奇始终以无法控制欲望为借口 拒绝做出改变 把医生气得够呛 谢利尔知道这样下去会害了丈夫 左右为难的他倒在瑞奇怀里哭泣 约翰医生上门查看身体状况 由于瑞奇太过肥胖 医院无法照顾如此重荡的患者 约翰医生组织了会议商讨 提出减重90斤后 才能让他进入医院监管 这无疑又给了瑞奇一次打击 几个月后 瑞奇的体重仍然没有减下来 他准备搬到隔壁更大的一个房间 为此叫来了九名消防员 众人合力之下才勉强将他抬动 仅仅是换个房间已经让瑞奇精疲力尽 要去美国做手术简直是要了命 因此另一边的安吉放弃了 送瑞奇去美国的计划 改为距离更近的澳大利亚 入城是去美国的四分之一 安吉还联系好了医生 乔治是澳大利亚顶尖的外科医生 已经做了几千例减重手术 由于工作太过繁忙 他三个月后才来到了官岛 查看瑞奇的情况 这是他减重的最后机会 乔治医生检查了瑞奇的身体情况 他也没有把握减重手术一定成功 要把瑞奇送到澳大利亚去手术 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为了减少旅途的意外 乔治打算在官岛进行手术 为此他来到当地医院考察医疗设施情况 幸运的是这家医院符合手术条件 他们将这个好消息带给了瑞奇 但同样提出了要求 乔治要他自然减重136斤才能进行手术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是妻子纵容了他的饮食 即便现在就手术 以后妻子还是会将他喂胖 谢丽儿已经感到很无奈了 认为所有人都在指责他 于是愤怒地离开了现场 杜克医生回到了澳大利亚 等待瑞奇减重的消息 然而六个月后 瑞奇和谢丽儿爆发了感情危机 妻子再也无法忍受现在的生活 于是提出了离婚 他已经搬出去住了三周 在最后一次回来讨论离婚时 瑞奇突然倒在了面前 谢丽儿拨打了急救电话 在抢救一个多小时后 医生宣布瑞奇死亡 这样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谢丽儿一直在纵容丈夫的食欲 想吃什么全部满足 如果他懂得如何拒绝丈夫的要求 只提供少量的食物 达到减重目标后 瑞奇早就已经做完减重手术了 在随后的葬礼上 谢丽儿甚至根本没去参加 他说自己和瑞奇已经和解了 或许两个人的感情 真的走到尽头了吧 喜欢本视频记得点击订阅 带你看更大更广的世界